我们就要来看到是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15号主持立法院会 因为多名立委 因为赶不及到现场 之后呢 他是有依照原本的议事规则 唱名三次 未到最后宣布散会 但是此举呢 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尤其民进党的立委 上上下下无法接受 甚至呢 还直接炮口直相对准的 这个韩国瑜认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就是没有把这个会议延续 你是不是想提早下班 然后甚至呢 也跟这个蓝英的立委呢 在这个无论是脸书上 还是面对面上 都有一些口角的一些纷争 只不过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但是其实真正 我们要来说的是 韩国瑜的这个举动 其实他是对的 因为本来就要按照议事规则走 那么民众脑立委张其凯就说了 其实韩国瑜上任之后 靠两件事情翻转了形象 因为他的民调满意度 是完全大于不满意度的 他的形象翻转了 理由是什么 来首先 因为他包括呢 把这个总务处长拔掉 以及改变立委 开会老是不准时的一个坏习惯 之前呢就有人说了 明明两点半开始 你就两点半到 你为什么认为说 我算一算我3点40才需要到 你就真的3点39分 才踏进这个议会呢 你这样子的话 其实那前面如果没有人到 你会补上 这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吗 该几点到就几点到啊 所以他认为说 韩国瑜对于像这样子开会 不准时的坏习惯 很多人是为他起立鼓掌的 那他就有说韩国瑜的表现 其实不等于立法院的表现 那基本上是对韩国瑜 这个人的肯定 那对国会无关 那这是郭正亮说的了 这是一个个人形象的塑造 所以他认为说 其实不止张其凯啊 就连这个前立委郭正亮 以及包括其他有这个 前立委们 不管是蓝的绿的 有些人都会认为说 其实这个行为才是对的 本来你就是应该要按照规则走 如果不按照规则走 那要有这个意识规则干什么呢 那他甚至还说 他认为这个柯建民伤心欲绝 这他大概是最后当立委了吧 所以认为应该是有机会来选院长 但没有想到哦 现在人家不仅人设做得比你好 现在满意度做得也比你好 在柯建民的眼里 可能是看不起韩国瑜的霸 这个是这郭正亮所说的 那接下来还来看的是傅昆奇了 傅昆奇他说呢 在在野监督执政党 是古今中外在野党的天职 那么呢 本来就是应该要这个监督执政党嘛 那组阁是不存在的议题 赖庆德怎么可能会 邀蓝白组阁呢 所以呢 你有可能有一个 这个共组超大政府嘛 他认为不太可能哦 国民党就是要扮演好监督的角色 不要呢傻傻被摸头了 分点利益 有一些小利小甜头就忘了 真正的国民党该干嘛 你应该是要监督执政党啊 你要监督现在的民进党啊 你不要因为呢 被人家摸摸头了 被人家呢 分了一点小利益了 你就忘记你自己的本质跟天职了 那现在呢 也有调查显示 民进党 民众党 抱歉 民众党的立委不满意度 其实是超车蓝跟绿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民众对于民众党的立委 不满意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诶诶真的如此吗 那民众党犯人 吴亦轩就说啦 说其实民众党 也只有八名的立委 满意度跟两大党呢 不相上下 那已经是给予很大的肯定了 这也是在今天白天的一个最新的话题统整 那么持续好来看啦 这国会外交在初级 那中华民国跟英国国会联谊会 21号有举行成立大会 韩国瑜呢 就到了现场参加了 他就拿麦当劳的汉堡来做比喻哦 韩国瑜说 整个大中华经济圈就像是一个大汉堡 旁边的薯条呢 就像台湾 薯条虽然小 台湾虽然小 但是呢 是企业力 是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跟爆发力的 也有一定存在的必要 一定是英国在亚洲最好的投资伙伴 而韩国瑜呢 他也期盼 台湾跟英国的关系 可以越来越好 民国跟英国国会联谊会 今天正式成立 张家俊会长 这个担当 这样重大的责任 刚才我是接待 第一个到访的中南美洲 巴西的国会议员 听完葡萄牙的话 葡萄牙的话之后 在听正统的英国牛津腔啊 觉得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亲切 而且感觉非常的舒服 我跟英国的大使讲过 这个 上一届大使我有谈过 有没有去过麦当劳吃汉堡 她说当然有啊 那是一个lady啊 我说那你看到麦当劳吃汉堡的时候 你看到大汉堡旁边会不会有叫薯条 我知道啊 我有吃过 我说你看到整个大中华经济圈啊 你会感觉到哇 像一个大汉堡一样 但是台湾呢 虽然小 但是台湾的土地占全世界万分之三 实在是很小很小 人口2300万 也只有占全世界的千分之三 但是台湾巨大的工业产品 却占全球的百分之三 所以这就是万分之三的土地 千分之三的人口 百分之三的工业产品 这个代表着台湾不光是企业家强大的生命力跟爆发力 还有英国未来在亚洲寻找最好的合作跟投资夥伴 希望一定要把台湾当为首选 这是我对英国上一届大使的报告 今天同样的话语跟现任的我们英国大使也一样的报告 我想未来在张家俊会长的努力之下 跟我们热情的我们这个英国的大使的合作之下 外交部的协助以及跨党派的立法委员投入 相信未来英国跟台湾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 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正要来掌握的是 立法院长韩国瑜周任以来 无论是侧业还是其他的媒体 都紧盯他的一举一动 等着他可能会做出可能出包的一些行为 但是黑暗产业链更是伺机而动了 不过29号韩国瑜是首度告假 理由是因为要陪同总统蔡英文 参加中书春季大典 那么包括了总统副总统 还有五院的院长等等都会参加 而这也是两人四年后首度在同台同框 总统蔡英文任内的最后一次主计 那么韩国瑜首度是以国会议长的身份 陪同出席 那么届时也会将由副院长 将起成初登板代理主持院会 这也是今天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了 其实我们还要来掌握的就是 过去总统蔡英文七百多天 不曾接受媒体的访问 不曾公开受访 那么蓝营要求未来的赖清德 要定期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 并且接受答询 可是黎云呢却频频阻挡 但有立委就质疑说民进党过去对于总统 这个马前总统有同样的要求 是急问急答 如今的态度大逆转 双重标准逃避监督 百万人票选出来的总统 到底该不该接受国会监督 根据宪法规定 立法院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准总统赖清德选前也表态乐意接受 但国民党主张急问急答 綠英却是狂阻挡 蔡英总统他可以七百多天 完全不召开记者会 赖清德一到立法院来 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报告 你应该接受寻答 去弥补向蔡英文这种 完全不理睬民意的漏洞 恐怕都逾越了宪法的授权 大家可以看看美国总统拜登 他也是向国会报告完之后 就离开 实际上有总统对代表 这些年采总和打入的方式进行 美国及化国的国情之文 实施经验尚未见及时寻导方式 民进党不断强调依宪政体制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而民选总统对人民负责 并不对立法院负责 但事实上以我国地方制度为例 县市首长与议会议员 也都有地方人民选出 分别对人民负责 依然有背询制度 来因质疑民选的总统 难道就只能夺在行政院长后头 逃避监督吗 我们的尊重跟空前 这个无可后悔 但是包括一问一答同问同答 没有所谓违宪的问题 很多时候同问同答 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 因为你没有办法问倒他 你给他的问题 他就讲他自己说的那一套 過去民进党也曾主张 要马总统到国会报告 必须要与立委双向沟通互动 能够寻达才有意义 如今换了日云执政 态度大逆转遭调侃 正式双标保证 谢谢杨洁丁 SFO组台北报道 好回过头我还看到了 就是现在呢有这个 关于这个三大党的一个 立委的一个 这个满意度跟不满意度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来掌握的是 社运人士郑春琪喔 他有说当年有看到这洪生汉呢 是从这个社运出道的 那么弄的是环保 他觉得说这个议题不错啊 但是呢他却批评洪生汉说 怎么人越来越歪 怎么打的议题越来越歪 越来越不像样 有点变成一个执政党 民进党的打手 专门要制约修理在野党的 那现在呢 洪生汉他也是开始呢 走这个黑韩产业链的路线了吗 那郭正亮就有说啦 其实呢只要一个月的时间 老百姓就是专注看某个立委 一个月 你专注关心他 就可以知道哪些立委有点本事喔 国民党突出的 除了刚才我们为大家播报的 比如说徐乔星 那还有哪些立委他觉得不错呢 比如说罗自强王洪威 王少林还可以喔 那但比较像是个人喔 当然这个亮哥讲话是比较直接一点啦 他说呢国民党立委 其实个别执行员说 讲的还不错 但是主轴应该要再突出一点喔 没有党的战略喔 这点应该要检讨 那还有说呢 国民党现在是52加2喔 应该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战斗 且有组织有系统的一个团队才对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啦 就是现在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有邀请的是立院秘书长周万来喔 针对总统应该要急问及答 进行一个专案报告 立委吴宗憲就 直询完相关的议题之后 最后一分钟就问周万来说 跟这个韩国瑜接触一个多月的心得是什么呢 对着周万来就说 其实很敬佩他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听听周万来他怎么说 那这一个月我个人是认为啦 如果以我自己的在他旁边 这一个多月喔 我是认为他不是外界所对他的那些评价 他自己非常对自己非常 我们从旁边来看啦 他对自己非常熟 他自己的一个 他可能外界对以前他所说的 他完全是没有 所以好比外面所说的 人久他都不沾染 而且他非常熟 非常熟 那时间上他会很在乎的熟 各方面 他是都非常积极的 扮演他国会议长的角色 所以我是非常 以幕僚长的角度来看 我是非常 对他是非常 这一个多月来 我是非常紧别的 所以我就蛮肯定跟赞同 我是紧别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基本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阿姨